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当时王永庆公园他坐落的位置跟拉瓦克部落坐落的位置在同一块都市计划区内 但是当王永庆公园跟高雄市政府依据都市计划法第26条提出变更计划的成情的时候 高雄市政府马上就接受了 但同样在2013年的时候拉瓦克部落也就这个都市计划的规划 做过这个相关的就地安居的成情 但是当时被拒绝收件 那我们觉得高雄市政府不仅是大小眼 在4月13号这个签约仪式的当时 我们的居民跟声援者只不过是站在台缩工厂高高的围墙的外面 人行道上和平的举牌抗争 这样子和平的举牌抗争 竟然遭到高雄市政府用强势优势的警力来排除跟限制 从4月2号到4月13号乃至于到今天的记者会之中 高雄市政府不断的对媒体说会持续沟通 但事实上从这两个超过两个礼拜的时间 高雄市政府从来没有再继续的跟拉瓦克的居民接触或是沟通 对于3月29号内政委员会提出的这个协商平台的建议 也毫无处理 我们认为高雄市政府现在面对的根本不是因为法规限制而不可违 而是高雄市政府的心态 从来没有尊重拉瓦克作为一个原住民部落 该被保存 该被尊重 该接受諮商 这样子的权利 我自己也是一个排华族的亲民 过去也曾经去过拉瓦克部落 拉瓦克部落是一个 看到大吴山的地方 那大家知道大吴山是我们法规的圣山 那在大吴山的山下 这拉瓦克部落就是法规人居住的地方 我们将呼吁这个政府要正视 这过去从中华民国到台湾以来 原住民族的当代的历史处境 政府要承认并且重视都市原住民族 现在在都市居住的事 原青春今天来深远北上的 北上堂一个族人 我们也非常的痛心 看到我们的政府 嘴上说着要沟通 但是事实上没有沟通 一直在强拆 难道把一个部落拆散 这个部落还算是一个部落吗 那我们高雄市政府口口声声的说 称拉瓦克是一个部落 但是从来没有尊重它作为一个部落的主权 也从来没有在拉瓦克试用原基法21条 我们想知道那在这居中处理的高雄市原民会 既然请高雄市原民会来处理 那请问部落的主体在哪里 我是拉瓦克部落的主任 我的原住民名字叫Lias 我的家屋名叫巴拉萨少 我今年36岁 我出生于拉瓦克部落 我是拉瓦克 巴拉萨少 这个家族的第三代 我的夫妇们 他们两个都已经在这十年相机去世了 以及我的爸爸妈妈 我的妈妈在现场 还有我的舅舅阿姨 然后还有我弟弟 我的兄弟的小孩 我们都居住在拉瓦克部落 我们已经是四代同行了 没有啦 除了我外公外本人去之外 三代同行 我只想跟大家说 我们今天来 呃 宣察院来做城庭 我跟着我妈妈来 是因为想要让宣察院的长官们知道 我们拉瓦克部落 居住在高雄市 部位区已经超过六十年 这是一个不可抹灭的事实 我希望今天长夜的长官 可以尊重我们拉瓦克部落 已经在高雄 已经有六十年的历史 以及尊重我们拉瓦克部落的原住民 的人权 以及我们热爱土地 我们想要的居住权 宣法保障的这个赋予原住民族一个文化语言发展的一个需求 那我们所了解的在拉瓦克部落 事实上它也有一个语言潮嘛 就是呃 政府现在也要花很多钱去推展 就是说什么师徒制 让原住民族的语言能够有一个传承 事实上大尔克部落 一个最自然的语言潮 就是可以让原住民族的族语跟文化有一个传承的一个 一个这个架构跟一个制度在 所以这样的一个文化应该要给予保存 而不是要求他们说 呃 你们就是呃 离开这个地方 要做相关的安置 你也必须要考虑到文化民 原住民族文化 它对于这个强烈民族性的需求 而不是说你把呃 个别的族人安置在不同的地方 那安置在不同的地方 事实上又破坏了刚刚讲的这个 语言潮跟原住民族文化的特性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之前那个 呃 人权公约的相关的国际专家学者来 就特别强调这个部分 就是说这件 达瓦克这件事情上 不可以只单纯从财产权的角度 而必须要从人权的角度来予以观察 那如果安置忽略了原住民族文化的特性的话 它就是违反人权的作为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希望呃 监察院能够呃 再仔细的相关做相关的调查 那我们也希望高雄市政府应该要 尽速的成立一个协商品 才以尊重原住民族文化的 跟人权的角度来进行这个 拉瓦克部落的一个诉求具体的回应 谢谢 其实我们的公约在2009年就已经变成国内法 因为我们虽然不是会员国 但是我们透过一个公约的施行法 明确的说公约就是有国内法的效力 所以公约是国内法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法院是可以用的 行政机关也绝对应该要遵守的 那如果这些行政机关有认真去看待公约的话 他们就会知道 联合国公约它的界定是说 强制驱离这种手段 就是强制把你驱离你长期居住的家 把你的家拆掉 这件事情是对居住权最严重的侵害 是对人性尊严 个人的尊严最严重的一个破坏 因为这些人都已经住在这边数十年的历史 这个家对他们的人格而言 已经是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了 就是说他们的整个对生命跟对尊严的期望 都建立在这个家上面 所以联合国公约要求 政府机关在面对这样子的住居的时候 他必须要非常非常的谨慎 他的所有作为一定要遵循比例原则 那在强制驱离这么严重的这样的手段情况下 他必须要第一个 他的目的必须要非常的正当 他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正当的理由 才可以要求人民离开 第二个 他必须要有非常合理的这个比例原则 他不可以为了一个没有急迫性的一个目的 就去进行人民的家园的强制驱离 第三个 他必须要给予完全的补偿 就是他一定要让这些居民不会无家可归 这边的补偿不是说政府一定要提供他们一栋房子 或是怎么样 政府必须要确保他们可以安居乐业 但是这个形式可以是出租的 可以是就是由部落共同经营的 总之就是让他们有一个家可以继续的安稳的居住 这样子才是符合工业的做法 那我们可以看到根据这三个原则 在这个案子里面可以说几乎都不符合 第一个关于所谓的正当目的 他这边未来是要干什么 是要做公园耶 就只是要做王永信的纪念公园 这个东西其实就只是一个都市计划里面 非常普通的一个规范而已 他完完全全可以变更都市计划的规范 变更成原住民族文化园区 变更成住宅区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盖公园有急迫性吗 拉拉克这边居住了60年 公园从来也没有说要盖 忽然间伸出了一个公园 就要把他们60年的家给拆除吗 大家知道这些人在这边 其实撑起了高雄市的工业发展 他们其实也是台湾经济奇迹贡献的一份子 结果在他们花了这么多的青春岁月 贡献他们的劳动力之后 今天高雄市政府却想一猜了之 只纪念在上位的资本家 却完全不顾这地区下面 辛辛苦苦奋斗的这些底层人民 这样的作为是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则的 所以我们认为高雄市政府应该要重新开始 建立这个所谓的协商平台 认真地听取族人的意见 去商讨关于他们的安置计划 谢谢